好,我是美国生活365的Chairz 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空调不置冷的解决办法 让我首先打开空调降温 从外边看呢,旋转冷凝气 它似乎在工作 然后呢,通过检查通风口的空气温度很热 84.5华氏度 检查另一台,华氏77度相当的高 然后呢,我就检查空气处理鼓风机细胞工作 你可以听到鼓风机按照这个正常的运作的声音 可以听到鼓风机马达运作正常 声音平稳,没有摩擦 实际上,当我检查通风口的气温时 我可以感觉到热气从这个通风口流出 这就意味着空气处理器按照预期工作 然后到室外,冷凝气,查看冷凝气的空气温度 哇,几岸块90.5度 后将该温度与类似其他点的温度进行比较 这告诉我房子里没有热量传递 换句话说,空调如法让防止降温 那么好吧,让我们找出问题所在 首先呢,关闭恒温器 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切断电源 打开这个开关盒里边的电源切断 以确保安全 从开关盒上拔下连接器 将其放在开关盒的顶部 然后取下冷凝气装置的盖子 拧下螺母 取下盖子 查看里面好像很简单 最大的电子元件是电容器 电容器用于储存和调节电子 以产生吊散血需要的电压 使热蒸发的热空气循环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呢 有时候将冷凝气称之为蒸发器的原因 电容器也用于储存电子 以便电容器为位于中心的压缩机产生高压 压缩机使福利昂通过铜管循环 那么福利昂就可以用于将热量从房间里输送到冷凝气进行蒸发 如果压缩机不工作 那么表示热量无法传递到外部 所以没有冷却 显然压缩机没有工作 压缩机不工作 可能是由于压缩机坏了 或者压缩机的电压不够 让我们看看电容器是否产生足够的电压 来使压缩机工作 那么我就把这个电容拿下来 检查一下电容工作不工作 结束电容器之前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将其放电 使用金属棒连接电容器的两个连接点 窝住橡胶或者隔离端 使两个连接连接在一起 这可以使电路短路 以使电容器放电 然后将另一端的与另两端 所有的组合连接起来 连接并放电 拧下螺丝即可拆下电容器 拍摄彩色电能连接的照片 一共重新连接时使用参考 然后查看电容器上的标签 70乘5 然后加或者减5个percent 5% 最大电压是440伏 电压相当的高 在北美正常电压是110伏 有些电器可能使用220伏 但这个电容器可以承受440伏 相当的令人印象深刻 拔出电缆 以切断连接 查看CV 电容值 高CV 意味着高电容器的效率 我们使用万用表 电表 切换到违法了 UF 以按设定为违法了 检查电容器连接器 其标记为HERM HRM FAN 电扇 和C 也许HRM听起来像是 马达在工作的声音 就是那个压力器 马达在工作的声音 风扇 就为风扇连接C 代表了电容器的电容量 检查C和风扇之间的数据 读数为3.34伏法 超出了4.75到5.25的这个范围 低于这个范围 那么基本上应该是5 加减5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那么距离 因为它距离这个边界很近 所以说那个风扇呢 仍在旋转的原因 检查C和HRM之间的值 读数为4.67伏法 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 远远低于超出这个范围 66.5到73.5 70加减5%的这个范围 也就是说压缩机不工作的原因 我到福格森买了一个新的电容器 70乘5加减5%和最大的440伏 那么让我们检查一下CV值 检查C和电风扇之间的数值 读数为4.96 远超出了4.75到5.25范围的中间 基本上就是5加减5% 就在这个范围的中间 就在这个范围的中间 检查C和HRM之间的值 读数为70.5违法 刚好位于范围的中间 66.5到73.5 基本上就是70加减5%的这个范围的中间 然后按照先前拍摄的图片 照片将每条彩色电缆连接回 新的电容器连接器上 将其放回并固定好 装回盖子并选紧螺丝 然后插上电源连接头的连接器 连接开关盒里的电源 然后把恒温器设置调到冷却 检查冷凝器处的空气温度 哇 华氏103度 这意味着冷却气将热量从室内吸收到室外 蒸发热蒸气 因为较热的空气是由弗利昂从房间里传输到出来的 传输到蒸发气 蒸发热量 然后再检查一下通风口的空气温度 哇 华氏59.2度 那么空调机组呢 恢复了工作 可以自冷 让空调恢复正常 可以自冷 只需要17块9毛9美元 哈哈哈 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我不知道那个做空调的技术员将如何维持生计生存 我想我的视频会受到他们的厌恶 哈哈哈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logo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与你的朋友分享 您的帮助所做的努力 激励我们制作更多的视频 来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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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